它其实主要就是会跑出 正确的话就直接跑这个画面 那这里会告诉你说 它能够转什么东西 标准材质转physical material autodesk材质也转physical material mental rate的材质也转physical material 就是真正能够完全全符合 art或arnode是这一颗 其他这些只是部分可以用 它不是宝分 像刚才有一些出现错误信息 它不是百分之百能用 所以它有转换 贴图也会告诉你说 bmap会转bmap 那这种 什么noise这些就 它就不一定可以转过来 就不一定能够用 那都会告诉你 camera会转成physical camera 物理摄影机 灯光呢 会全部转 所有的灯都会 almi light会变free light target spot会变target light 就会转成 photometric的这种灯 会转成这种灯 target light free light 而不是原本的那一种灯光形式 然后rendering effect大概通通不支援 就是我设定的这一个 这些基本上都不支援 这个 所以你之前拿来做特效果的 现在通通会不见 然后如果却这个 反正这里只是告诉你要转什么 然后如果你有哪些不要转 就是把它挑掉 那不然的话就直接转 就直接按这个按钮 就会做转档的操作 好 那parallel跑完就转档完成 好 OK 那这个整个场景 就会转成 art的形式 那可以看一下 用滴管去吸 比方说我吸桌子 好 变成physical material 然后桌面的贴图 和凹凸贴图都在这 就是它会直接帮你转过来 贴图也移过来 但不是全部都转得过来 就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 好像2019吧 你开旧的档案 它都预设会帮你启动 这个 因为2019好像预设的 那个算图引擎是阿诺 一开机装完 一开机预设就是阿诺 所以你只要开旧档案 它就自动把你开这个 视窗出来转档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试过了autodesk material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它不是全部完整资源 真正完整资源是 physical material 物理材质 好 那 所谓的物理材质的概念 就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入射光是100流明 那 折射 反射 慢射这些 全部加起来 也是100流明 好 那扣掉 它当然还有吸收 好 OK 那 物理材质基本上来讲 你需要控制的 大概就是这几个栏位 好 真正比较需要控制的 会是这几个栏位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coding 它有表面的透明涂层 好 那基础层就是 它表面的颜色 好 表面的颜色 如果没有 你这个透明涂层没有改变 就不会有一层透明漆 在上面增加新反射 标准就是基础层 那基础层里面包含了 表面的慢反 慢反射 就是abido的颜色 或diffuse的颜色 好 然后或者它是有色金属 看你的metallic metallic 和rought 的调整的参数 好 因为 不同软体有不同的名称叫法 有的叫meta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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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反射 我们都用phanier S不发音 phanier效应 phanier 这是人名 phanier反射的概念 好 那你的材质有透明度 我们会有透明度 一旦调了透明度 就会受到折射系数 IOR的影响 好 那 然后如果你的本身物件会发光 还是 它是 比方说像玉石 这种东西 皮肤这种东西 就是 subsurface gator S3S材质 那就会加上这个 那 如果你它是一个灯泡 或者是热光灯管 它又要变自发光 也就是说物理材质 你其实真的要动到 大概就这几个为主 好 那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它的界面是这样 这里拉下来 它还是有预设模板 它还是有预设模板可以用 就如果你要 简单使用的时候 直接开预设模板 就是完完全全的PBR 好 那很快速的可以得到 粗糙的水泥 还是光滑的水泥 好 那 是光滑的塑胶 还是消光的塑胶 还是橡皮 都直接可以选下来 好 那 然后是 木头 是有 抛过光 还是 然后有没有涂过油漆的 也有 那墙面有墙面 墙面 好 然后非金属材质 和金属材质 是分开的 好 这个在PBR 如果是用Unity的话 不是Unity 用Substance Painter 或Substance Designer 就是真正的 在做次世代的美术的时候 需要用的PBR流程的时候 其实分成两条流程 一条叫金属 Metal的 一个是非金属 使用 Metal的就是我们会用的参数栏位 叫做 在这边 Metalys跟Roughness 好 那非金属的呢 就有没有 Metalys Roughness 这是金属的 非金属的 我们会用的叫做 Specular跟Grosness 好 那差别在这个地方 导体跟非导体的概念 好 那我现在是把这个界面切到进阶模式 好 它这个底下再分成两个模式 就是进阶跟标准 如果你要得到比较多的操作 就要切到进阶模式 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到 通常来讲 会切到这边来 就是你要控制的项目会多很多 好 那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大概只会动 基础色 反射的质感 然后如果你需要有透明度 才会动到这 需要做皮肤做到这 需要当做灯管做到这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讲一下 里面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就是像非尼尔效应什么东西 非尼尔效应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F0 F0的概念 面对那个物件 其实反而反射最低 就是你在水面上面 比方说你在西里面抓鱼 你的角度越 视角越接近于水面的平行 就反射越强 就是边缘越强 越从正上方越弱 就是非尼尔效应 好 那所以F0大概 非导体大概在0.2005 然后金属大概是这个数值 你要做物理材质 这些东西都要记住 就是IOID要符合真实的物件 才能够对应得上 好 然后你的打光也要符合 就要用真的思考逻辑去打 就是因为前面的课程应该有讲过基本的三点打光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把它打成真的叫做板状的光源 一片的那个面光源 像摄影棚里面打光板 就会很漂亮很均匀的光线照明 那户外呢 我们就会去打物理天空 好 物理天空给它 那就会真的生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空大气在那个地方 好 另外呢 HDR lighting 就是image 我们叫IBL image based lighting 我们也可以给一张图当作灯光用 那这张图叫做HDRi 英文就是high dynamic range image 这个图的论文发表大概在1998年 大约在那个时候 97-98 但技术应该在更前面就有 然后 同年的Xman第一集就已经用了这个技术 再隔第二年 那个Max就有外挂可以读取HDRi 第三年Max内建 使用HDRi 好 软体的技术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呃 就是你现在在拍照 手机也有 相机也有 它的作用就是它会把 呃 那个你看到的影像呢 拍的影像里面最亮到最暗的资讯都会保留 就是你的 Photoshop的那个Histogram 好 会是从最黑到最亮都有资讯 好 那如果你有用单眼相机 手机比较不明显 你用单眼相机去拍HDR影像 它通常会拍很多张 你就会看 听到相机 卡卡卡卡卡 瞬间拍很多张 它会用不同的光圈值 不同的曝光率 好 暗的地方需要高曝光 然后亮的地方比较低的曝光 然后最后拼成一张图 那就会得到一张 呃 你去找HDRi图就很明显 就是 那个细节非常的强 好 它不会天空整个一片白 也不会阴影处整个一片黑 这种就是HDRi的影像 好 那这个呢 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拿一颗金属球 好 拿预演镜头 或者拿一个金属球 配合 进相机 就是拍金属球 再进专门的处理软体 把那个拍的图合起来 一样要拍很多张 曝光度要很多张 然后再把相机修掉 再把人跟相机修掉 还有三脚架也要修掉 因为它底下会拍到三脚架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你就拿那个 360度环场摄影机 环场相机直接举起来 然后不同的曝光度 咔咔咔拍一堆回去合就好了 现在就简单多了 好 那这个东西 现在你只要看到要符合 就是你要把3D物件合进 场景里面 然后光线跟反射要符合 都一定要有这张图 好 那这个 同学 除非你要做实景合成 不然大概用到的机会不多 不过 现在在拍广告或拍电影 同学是不会看到 比较不会看到后制过程 不过大部分的状态下 像我朋友他有在专攻这个的 他就是 开拍之前会 带着一颗灰色的球 一颗白色的球 一颗金属球冲进去 还有色板 标准色板 那色板很贵 那进去先拍 取得正确的色温资讯 然后 CAMERA开拍以后 拍完还要赶快再拍一次 结束的时候的色温 那 对 他常常跟摄影师 那个 摄影师吵架 因为他们都会 摄影的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就丢给后期制作就好 可是前置资料你没拿到 事实上做不出来 OK 那这讲义的后面就是留下一些 你想要的感觉 跟Metalist Ravenist的数值 对应起来什么感觉 好 就是 你要全镜面 还是完全消光 还是这种雾面 就是自己取得 像这个样子 这边走比较像塑胶 这边走比较像 抛光金属过来 好 OK 那如果是非导体设定起来是这样 Specular跟Gross 好 非导体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的设定方式 OK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那 不同的 金属 好 然后在不同的光泽程度下 就是他的Raveney是不同 好 那他会呈现的感觉 原始色大概是这样 那你的Raveney跟Metalic往上拉 最后就会得到金 好 金色的 那他原始的颜色大概是这个样子 不是黄色 不是纯黄色 好 那红铜 原始的颜色大概像这样 有点肉色 OK 好 那一样 这都是给同学做参考 因为物理材质 你必须遵循这些东西去调整 它才会像 OK 好 那透明也是一样 这是摘射系数的变化 不同材质的摘射系数是不一样的 好 空气的摘射系数 好像是1.03 好 1.033 水的摘射系数大概在1.4 1.45 这一个Range 那玻璃的摘射系数会更高 呃 钻石那种的摘射系数再更高 好 这个符合才会是正确的效果 好 那 这里是 呃 列表 好 材质是什么 然后它的Abitos 跟如果你要SRGB的时候 它的对应的参数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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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